我感觉到被监视 当我的爸爸发现我成为了基督徒 他举报了我 他们把我关起来 我再也不能上学去了 情况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得离开我的老家 重新生活 然后我开始了做生意 也做得不错 可是因为我信耶稣的缘故 我的业父阻止我跟太太和女儿见面 我被神感动去传福音和分发圣经 这是一项高风险的活动 我有可能被抓 被查 甚至的坐牢 干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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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不允许我参与 或是持有圣经 有时候我感到很孤单 每一两个月就会有警察来收我的家 这边的人会怀疑和举报基督徒活动 这边的人会怀疑和举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